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爱乐22岁来自图曼斯坦 外教老师 女嘉宾江江24岁来自浙江 是一名文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是你想表白的 是吗 是的 怎么认识的呀 首先我是跟他朋友认识的 我们两个人有个共同的朋友 但是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个 后来我跟他朋友 约了个时间出去玩 那天他带过来了他 我第一眼看到他 我觉得非常漂亮 后来我们三个人玩了一天 这一天之内我发现了 他不仅漂亮 还非常善良 性格非常好 而且我们两个人 聊得也非常开心 快回去的时候 我加了他的微信 然后他到家了 发了一条信息说 爱乐 非常感谢你今天 我以为他这样说 也对我有点兴趣 觉得喜欢我 当时我就非常开心 你是一见钟情是吧 是吧 后来呢 他向你表白了就 他想太多了 想多 对 我只是给他礼貌性地回复 我说谢谢你请我们吃饭了 毕竟他请我们吃饭我蛮不好意思 第一次认识 然后后来我们就有加微信聊天 我就跟他就是聊得还可以嘛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跟别的男孩子一样 就可能就套路套路我 不一定是真心的嘛 套路套路你 对 不一定真心的 对 因为我个人认为他是个外国人嘛 可能对待感情就比较开放 然后就我蛮保守 他可能今天说 哎呀喜欢你明天就谈掰了 然后我就想 我要一段稳定的感情 就根本就没有把他考虑到心上 但后来就是发现他一直持续找我 这有多久啊 大概有一两个月吧 然后觉得他还蛮诚恳的 然后就跟他熟络起来 成了一个好朋友 后来嘛我们去那个动物园玩熟了以后 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 我说艾乐你在这里中文那么好 是不是要在中国找媳妇了呀 然后我以为他也会那个开玩笑 跟我说是啊是啊 结果他很一脸严肃就对着我说 江 哪国的媳妇都无所谓 就我特别看着爱情 而且他特别希望是我 然后我觉得他当时就 那个态度就很端正 觉得这个男人的爱情观 还是蛮正的 就改变了看法 对你好不好 蛮好我觉得 就是有一次 我觉得他特别上心了 他从他国家到中国嘛 他那次就一整个行李箱 就带了我喜欢吃的巧克力 他知道我喜欢吃巧克力 然后还带了一些其他手工艺品 他自己一件行李都没有带 记忆最深的就是 他给我带了一个花勺子 是他们家用了十年的那个花勺 我有一次就是他给我看那个照片嘛 看他们家菜 我就特别注意到他们家那个花勺还蛮漂亮的 我说还蛮喜欢 好好看啊 然后他就给我带过来了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想他想什么我就卖给他什么 我让他开心就好 就我自己也会开心 挺好的呀 对啊 我也觉得那个时候挺好的 然后就问我朋友 我说有个外国男的还对我挺花心思的追我 我要不要答应他呀 然后我朋友就觉得不靠谱 他让我在斟酌斟酌 然后后来就相处的时候 的确发现了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 他有点大男子主义吧 就是比如说有一次我跟某个朋友逛街 还要把他也戴上了 那天早上有点冷 我就穿了一个外套 里面穿了背心短裤 然后中午有点热了 我就把外套给脱了 他就不动声色地把我衣服给披上了 然后我又脱了 他又给我穿上了 我几次三番 我觉得我这个衣服就脱不掉了 我都快热得中暑了 他还在给我披上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而且我朋友在旁边看着 他怪尴尬的 本来就是把他带过来 给我朋友改观改观 他还这样子做 我个人觉得 女孩子穿太暴露的衣服 不是很好 而且我也不希望 他被别的男孩子看到 然后就是这个也是为了他好 要是路上有坏人呢 我觉得现在他还不是我男朋友 都管我这么多 我以后要是跟他谈了朋友 就没有自由了 除了对这个 他对你的着装有要求这件事 体现了大男子主意 还有什么呢 还有 就是我有工作了嘛 然后会遇到一些问题 烦恼啊 迷茫了什么的 我就有些时候会跟他倾诉 结果他对我工作无所谓 他觉得 你反正以后可以不用工作 他以后可以养我 但是我不是这种女孩子 我以后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 我不想以后一辈子成为黄脸婆 替他看孩子什么的 因为在我们国家 女孩子不应该出去打工 她们只要做一些家务 照顾孩子 照顾家人 就行了 赚钱是男孩子做的事情 我觉得 你妈妈全职吧 我爸爸工作 妈妈不工作 妈妈不工作 除了这些生活上最简单的 就吃饭问题吧 他外国人喜欢吃西餐 我就喜欢吃中餐 每次出去玩的时候 他基本上都会吃那些 汉堡啊 薯条啊 那些垃圾食品 然后我好不容易把他 拉到中国餐厅去吃饭的时候 我点了一大堆子菜 他就动都没动几下筷子 而且我一个女孩子吃那么多菜 本来他那个外国人长得就蛮眨眼 别人都看着 在我一个人那里吃 吃又吃不完 别人还以为我一个女的那么会吃 蛮尴尬 我这是吃不习惯中国菜 我觉得我们各吃各的也非常好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开心就好了 这种小事情算什么 你来中国几年了 四年 四年啊 街边的烤串吃过吗 烤串好吃 那也是中餐啊 手抓饭吃过吗 吃过 手抓饭好吃吧 好吃的 有的是他不喜欢吃 他火锅也不吃 臭豆腐也不吃 你是杭州人 精华 精华的 你非带人去吃臭豆腐更吃不了 你吃过臭豆腐吗 完全接受不了 他早就把我拉得远远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情 我们以后可以慢慢找 我们两个人都喜欢吃的东西 虽然说他吃这些垃圾食品吧 但是他又很爱健身 然后很自律 喜欢跑步啊什么的 多好啊 是很好 但是他也拉着我去自律啊 我有些时候就是生病了啊 就一点小毛病 比如说感冒了 然后那个又结膜炎了 过几天就好了 他知道以后就每天早上六点半 把我拉出去跑步 我有些时候晚上熬夜了 早上起不来 他打电话敲什么 不理他 有些时候也骂他过 也凶他什么的 照样雷打不动 出现在六点半的门口 这个我觉得不是 自律不自律的问题 除了这个 我其他的事情 我都没有逼过他 我觉得他现在这么年轻 身体已经非常脆弱 我只是想让他出来锻炼一下 而且他每次说 我六点半过来他家 那我们两个人住的地方 又不是很近 他有时候给我一些外语资料 帮他翻译 我有时候会翻译到熬夜一两点钟 然后第二天 准时还是回去找他 这男生不错呀 我只是很关心他的身体 他还帮你翻译呢 对 他是帮我翻译 他虽然说我们有些时候相处的 就不太愉快 但是他有些时候 做些蛮感动的事情 总是让我很犹豫 到底要不要接受他 我怎么听着你们相处不愉快 没什么大不愉快呀 就是不在一起吃饭吗 然后人家拉你锻炼吗 还有什么事吗 但是这些小事情 就会体现出觉得他 万一谈了朋友以后 就逼我去做 他喜欢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你认为现在 他还在追求你 所以他可以忍让 万一你要成他女朋友 就说不定变成什么样了 是吧 对 对 对 他给你翻译英文资料 对 翻译了 他还是为你做什么上心的事 就有一次特别感动 我觉得那一天是过生日吧 其实我也没有过晨 就晚上十点多的时候 跟他聊天 抱怨工作上 哎呀 今天过生日了 还在工作加班 蛋糕都没有吃上一口 结果他就说很震惊 说一定要给我过这个生日 我以为我们明天会 两个人去约着吃饭 给我庆祝什么的 结果到十二点的时候 他就拿个蛋糕 跟鲜花过来找我了 那个时间点 我知道店子都关门了 不知道他哪里 那个找来的蛋糕 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我问问 你觉得你跟他 到底是什么关系呀 朋友 什么朋友啊 普通朋友吧 但是我也挺喜欢他的 我就是很纠结 因为现在还有很现实的原因 就是他现在在武汉做外教 过了三四年以后 他肯定是要回他的国家的 就意味着我以后跟了他 我也是要去他的国家 然后他那边的语言 我也听不懂 然后生活上有很多麻烦 学呀 他太难学 我卷舌卷不来 然后他就觉得 我过去就好了 只要人在那里就没问题了 我父母也在这里呀 这个问题我跟他说过好多次 我说我没必要去我的国家 我们可以两个人选一个国家 然后也跟他说过 要是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份 好一点的工作 我也会考虑到留在这里 那就是 这都不是问题孩子啊 但是他也没有说 他一定留在中国呀 我不想去别的地方 我就想待在这儿 你愿意留在中国吗 愿意 我们两个人开心就好 我希望他做我的女朋友 他就是觉得 我们两个人是普通朋友 真的是普通朋友吗 我也挺喜欢他的 就是未来没有打算好 我也不想谈一个 以后就能分手的恋爱 对未来他比较担忧 你理解他 所以他想听听 老师们的意见 应该怎么往下走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先说说你觉得 他的一些小小的瑕疵 比如你说我都熬夜了 早上六点半还要出现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那不爱吃中餐 就几乎一口不动 其实我们看一件事情 它都是一利一弊的 就是它的有原则 会让你觉得很安全 它做事很有计划 很有规则 那同样就有可能会是固执的 刻板的 有些人说我就喜欢自由自在的感受 那也许和这个男孩在一起 你所感受到的就不是自由奔放 但是有些女孩说 我就喜欢我们的生活 有规则 我们有计划 有原则地去过每一天的日子 那你就去选择它 其实在其他的这个异国恋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确实存在生活习惯 文化理念等等的不同 但有时候爱就是需要有一点勇气 当然我们如果选择异国的爱情 就有可能面临颠沛流离 至少在你们爱情婚姻之初 没有找到更适合双方共同生活的方向之前 会有一些颠沛流离 那是否这种颠簸之后 会看到更美的惨红 要看我们心里对自己有多大的勇气 对自己所希望追求的爱情有多大的勇气 付出的越多 那有可能收获的就更多 男孩子呢 我是觉得来了中国四年 为了如果你选择和一个这样的女孩在一起 你要承担的是 可能和你在你的国家所不同的爱情和婚姻 因为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女孩 很多女孩希望嫁人也要有工作 要有价值 所以如果你不调整的话 这个会成为你们爱情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能看出来彼此都有好感啊 你们只是需要更多的勇气 好好想想自己有多大勇气 再去看看这段感情能否前行吧 祝福你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谢谢 我挺喜欢你们俩 其实你们彼此呢都很喜欢 并且你是很勇敢 主动地追求 女孩呢也喜欢 你如果不喜欢她 不可能去问她说 你要不然找一个中国喜欢 谈恋爱要找一个好人 但好人未必是个好爱人 男生哪哪都不错 但我看你对他并没有太多的心动 在刚开始所有描述的一些字眼当中 你都尝试了跟我们说这是个好男生 但我并没有看见你被爱情所点燃 你说你绝不会出国 因为你的家在这儿 但其实对于成年的女子和结了婚的女子来说 其实爱人在哪儿 家就在哪儿 所以如果当你真正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 你会因为这个男人而爱上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 你就会不由自主地跟随着他去那儿 因为有他的地方才有家 所以在我看来 其实你们俩未必适合 当有人说你们很般配 男生俊美 女生漂亮的时候 我想生活在别处 在别人眼里你们都是好的 但如果生活一旦在此处 在你们自己之间 很多东西就变成了残酷 我当然知道对这种男生会有不舍 包括我们都很喜欢 但是爱情和好人是两回事 你舍不得一个好人 代表你舍不得一份温暖 但是爱情靠的不是温暖 爱情一定要靠勇敢和点燃才行 你今天整个的状态 在我看来 你欣赏这个男生 但是你并没有多爱这个男生 所以你自己看吧 如果你确实如我所说 你只是欣赏一个好男生 那就放手 如果你真的有一次被点燃的感觉 那就勇敢地踏进一步 就这样 我个人认为 其实他们已经是在恋爱了 只不过没有给对方 一个恋爱之名嘛 这不就是恋爱人吗 我想着你 你关心我 两个人常在一起吃饭 看过电影没有啊 也看电影 然后他就在生活里帮助他 情愫已有了 只是下定不了决心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 有些人说爱情就要激情燃烧 那有些人说日久生情 要小火慢炖 这个不一样 当然主意得你拿 接下来呢就自己选择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第一眼看到他 我就非常喜欢你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的 就是我心里理想的一个女孩子 但是你自从回老家 一直不理我 我觉得我心里很难过 我来这里也是 鼓足了很大的勇气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再让我对你好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我也是 其实好几次都想接受你 但是还是有很多现实的问题 需要考虑 其实你每次带给我的感动 有很多 我还是想再考虑考虑一下吧 毕竟我们还有很多矛盾 这些小事情 我们可以慢慢盖过来 好 请亮灯 两个可爱的年轻人 回去吧 想想你们的爱情吧 谢谢你啊 来 谢谢 来 请关门 我还挺期待这结果的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感谢药宝师伊贝斯 存在放心爱伊贝斯 纯净面膜提供的奖品 牵手成功的情侣 将免费获得由 西莫智能家居提供的智能所 手机远程开锁 开启你的幸福生活 来 我们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来 亮灯吧 谢谢你们啊 回去吧 好好谈恋爱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